佛洋路被大水覆盖 汽车艰难前行 掀起阵阵水花 宛如成了小船 红水也像瀑布般 涌进地铁站 美国纽约市9月30号 短短三个小时 就降下当地一个月的雨量 创下75年来 单日最大 而这样的爆红 豪大雨 竟然还将成为新常态 我们已经在这区域 从2014年 你没有看到吗 我从来没有看到 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冲度改变 这就是 这就是新常态 这会让我们 比起来更加准备 比起来 镜头前摆出各式POSE 模特展示今年最新款秋装 不过本该最热销的秋冬衣品 今年恐怕要滞销了 就是因为美国 今年10到12月的气温 可能平均上升摄氏1到6度 从黑色星期五到耶诞节 都将远比去年温暖 异常的气候 温暖的秋天 严重影响到了 厚重冬衣销售 各大零售商们 不只很头痛 还不得不使出杀手剑 沃尔玛 H&M等业者就非常罕见 在年中假期购物忘记之前 展开降价大促销 H&M旗下高阶品牌 包括针织衫 美丽诺羊毛衣 羽绒大衣等都大打八折 接下来恐怕还有更多零售业者会加入 并竟这一年来老早就因为通膨居高不下 消费者需求大转向 现在又有气候影响 再不提前促销 库存恐怕就要越堆越高 东森财经新闻 柯黄铭 卢雅珍 综合报道 好 另外关心亚运的最新赛况 中华队目前是12金 10赢17同战主